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豐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本集要来介绍台湾旅美小将 也是目前在U23为国争光的野手 陈胜平 欢迎来到子豐聊棒球 陈胜平 生习年出生 10月27号出生的他是个天蝎座 出生于台东县的阿米族人 175公分 75公斤 右头左打 目前效力于MLB 亚利桑那香味蛇队 现在的成绩为EA 经历完整三级棒球洗礼的陈胜平 高中选择就读的是新竹成德高中 和我先前介绍过的林凯威是学长学弟 后来也先后进到香味蛇效力 如果还没看过那支影片 也欢迎点击右上角观看 回到陈胜平 在2019年 陈胜平也顺利成为 清大运动科学系首位陆群的木棒组成员 在同一年 也被香味蛇签约 成为继黄卫杰 林凯威 和童年选秀入团的林家镇后 第四位效力香味蛇的台湾球员 高中时期的陈胜平 其实是场上九个位置都能坚韧的球员 因此 高中也有着新竹大鼓祥平的绰号 其实在儿时的陈胜平是因为一次跟爸爸 还有教会的哥哥们一起打类球 才开始慢慢有接触棒球这个项目 而真正开始打棒球 舞手的角色 一直到高二 个性比较活泼 爱搞怪的他 因为觉得敦补需要挡球 穿护具很热等等的关系 所以主动就跟教练说 自己想要练内野手背 结果 就只成为各个手背位置都能上的工具人 当然啦 以轻棒而言 虽然是工具人 总是还是主要有固定的手背位置 而陈胜平就是游击了 因此在进入小联盟后 陈胜平虽然是朝向工具人的方向培养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二游的手背位置 而今年目前在U23位中华队奋斗的陈胜平 事实上在2018年的U18选拔中 曾经一度落选 当时就让陈胜平心里蛮难过的 但这样的过程反而激励自己 未来要做得更好 准备好 随时有机会穿上心中 大肩随喜的中华队球影 终于哦 在皇天不负苦心仁 香味蛇的赏试下 2019年7月10号 陈胜平顺利30万美金 完成签约 对于自己在美国的梦想之旅 目标当然是放在大联盟 但陈胜平最希望的 还是自己健健康康的继续打球 不过 因为经历了疫情 导致小联盟停赛 一直到2021年 才终于踏上这个旅美之旅的舞台 而因为小联盟层级的缩减 在香味蛇培养策略上 常常会让球员一年升两级的方式 进行菜单式的培养 第一年 陈胜平在新人联盟短短三场比赛中 不断没有吞下三振 还绞出高达五成的打击率 随后便稳稳的站在EA的舞台 而那一年 在EA的80场比赛中 虽然表现不算理想 仅仅绞出一成八八的打击率 但六发的拳内打也让大家注意到 这个个头不高 但却充满力量的台湾小将潜力所在 但今年陈胜平从EA继续出发 有点可惜的是今年照片上的成绩 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最后仅仅在EA留下 两成二一和三发拳内打的成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胜平今年最大的成长 其实是在本雷版的几率 更有于进攻的态度 让他三振率整整进步了6个百分点 甚至在球季的尾声一度上到了高A联盟 在9场比赛中 除了角出亮眼的三成六四打击率 还一发拳内打好成绩 宝松率和三振率也有长足的进步 这点值得让大家对他的未来更加期待 如今这位连续两年代表中华队出战U23的工具人好手 也在球队友谊培养下有过二三游和角肉外野的经验 对于未来的成绩的攀升 甚至有造一日进等大联盟的席吃 将会更加有角足的空间 同时也不要忘陈胜平可是高中毕业就会签下来 目前只是他的第二个球季 期许在未来身体更加成熟也练得更加强壮之后 可以突然爆发性的搅出游异成绩 尤其在未来如果上到了2A 也要好好把握自己的长达能力 再想威慑2A组场这样的打击天堂多敲出长达 也会对于建立自信心会有更大的帮助 当然以客观角度来说 陈胜平现阶段的天花板就是大联盟的工具人 但不要觉得这样很普通哦 其实这样的天花板就显着有台湾学者可以做到的 影片的最后有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在大联盟看到陈胜平的身影 成为下一个站上大联盟舞台的球员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再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追踪我的IG才不会错过最新资讯哦 我是子风 我们下次见